明星经常要拍戏来赚高额的片酬,但是有的戏份也是比较危险的,就比如最常见的吊威亚,剧中我们看到明星在天上飞的都是在吊威亚,一起来看一下都多危险吧。 杨阳在拍摄舞动前昏时,因为要饰演很多高空戏,所以杨阳也吊起了威亚,但是胳膊上被威亚的钢丝擦伤了,看起来非常吓人,但是杨阳却没有滋生,硬是忍着痛完成了戏份,杨幂是圈内出了名的拼命三娘,每次拍戏都亲自上,几乎不用替身,而在拍摄逆时营酒时,有一场高速下滑的戏,杨幂为了节目真实,不带任何护具,吊着威亚从上面滑了下来, 且或全身于青,更有多处刘绪于朦胧,大家认识他是从三生三世中了,他饰演的是杨幂的哥哥,长相非常清秀帅气,但是在拍摄《轩辕见汉之云》时,因为吊威亚发生意外,导致从高空坠落,全身五处骨折,真是隔着屏幕都腾了。 王俊凯,一个刚刚满18岁的男孩,虽然事业发展得非常顺利,但是拍戏也遭了不少罪,在拍摄《天坑英烈》时,因为一个镜头小凯,掉了整整一天的威亚,结果下来的时候头部充血流失失,他不仅会掉,还会玩花式的,比如高空翻,回旋,动作都非常优美。 但是在拍摄《最玲珑时》却失误了,因为场景需要翻过一座假山,而刘诗诗因为没站稳跌倒了,脖子刚好被勒到,幸亏工作人员反应快,不然就危险了,陆寒也曾因吊威亚受过伤,在拍摄电影《盗墓笔记》时放出一段花絮。